这里是三分钟历史 每天用三分钟经历一段尘封的历史 在古代女性一直都是弱势群体 她们的命运往往与家族与夫君紧密相连 身在帝王家她们是用来和亲的工具 身在官换家她们是用来攀附权贵的牺牲品 在我国历史上就有这么两位美女 她们都叫昭君但却是同名不同名 这第一位昭君名叫王昭君 她的美就不用多说了 中国历史上的四大美人之一 王昭君出生在一个平民之家 年幼时被选入宫中 但性格豪爽的她却从没有想过成为皇帝的妃子 在其他人都会录画师把自己画得美美的时 王昭君却从不愿给画师一分钱 以至于画师十分生气的在王昭君的画像上 点了好几颗黑质而没有被汉原帝看中 直到公元前33年 男匈奴呼喊爷禅于来长安朝见汉天子 愿自寝为序依附于汉朝 但汉原帝却在挑选和庆人选时刷了小花招 他挑了个最不好看的送了出去 而被选中的那人便是王昭君 呼喊爷禅于见到王昭君本人后 内心十分高兴 并且向皇帝上书 表示愿意永保边塞安宁 但两人生活了三年后 呼喊爷就病逝了 按照匈奴的传统王昭君又被迫嫁给了呼喊爷禅于的长子 傅朱磊禅于 本以为傅朱磊禅于能活得久一点 但他也仅仅过了十一年就去世了 傅朱磊禅于去世后 王昭君又嫁给了下一任禅于 但两年后33岁的王昭君也遇遇而终了 这第二位昭君名叫楼昭君 是鲜卑的豪家大族 当时有很多豪族都想娶他过门 但他却看上了在城墙上服役的高欢 楼昭君的父母不得已只好答应了这门婚事 最后高欢在楼昭君的帮助下 成为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东魏权臣 高欢死后楼昭君的长子高成继承了他的位置 并意图夺取东魏皇权 但却在受善前夕被一个厨子给刺杀了 高成被刺杀后 楼昭君的次子高阳完成了父兄没有完成的大业 建立了北齐 并追封父亲高欢为北齐神武皇帝 哥哥高成为北齐文乡帝 高阳死后皇太子高英继位 尊楼昭君为太皇太后 但仅仅一年 楼昭君就暗中联合第六子长山王高眼 篡夺了皇位 高眼继位后楼昭君又做了皇太后 但可惜的是 高眼在位仅两年就去世了 但他临终前担心儿子高百年重复高英的命运 所以将皇位传给了弟弟长广王高赞 视为五成帝 而楼昭君仍是皇太后 所以相比于王昭君 楼昭君的命运也好不了多少 他虽贵为一国太后 但北齐却是一个臭名昭彰的秦寿王朝 好了 咱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可以点击右下角 关注我们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